歡迎各位來到今集的上流攻略 客氣話不多說,今天來我們節目的嘉賓叫Jeff Jeff是一個甚麼人呢? 曾經在Warton讀書畢業,名牌大學 然後去了McKinsey做 全世界第一的consulting firm 做了兩年後,自己出來搞生意,搞老人院 搞完老人院後,現在還做了 Online Marketing生意的老闆 其實我認識Jeff是我其中一位讀者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流歷意 其中也介紹過一位朋友 就是有一間Online Advertising Company的其中一個股東 我認識了他之後,就是他介紹Jeff給我認識的 我想我就不說那麼多無謂的話 不如讓Jeff先開始介紹一下自己 第一要問你,你又入到名牌大學 那你究竟是否副二代或者國內的官二代 順風順水然後就推你過去讀名牌大學 是的,好,但不是 可能不是更好 不是更開心的 不過說真的 就是自己努力得來 是和不是,我覺得不是副二代 或者是副二代的朋友其實都不緊要 每個人生出來就是有那條命 那就享受自己在那個位置 但是我自己本身就不算副二代 但是又不會說窮到開不了飯那些 就是家裡都是有幾百尺 有個爸爸、有個媽媽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讀中學 一起考會考 那就是我們叫做小康之家 是的,你可以叫做小康之家 是一個很典型香港的一個家庭 那你讀中學的時候成績好不好 我讀生學成績嗎?其實很有趣的 我成績一的時候是很差的 中英數全部肥 然後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我爸媽都餓得 用藤條打到我肥氣 然後就開始改善了,有進步 每一年就升二、三十名 到最後成績五考試都考得不錯 那然後怎樣去渡塘讀書 其實這樣中間有兩年 考完試之後 就拿了獎學金 在賽馬會上 去了一間叫世界聯合國書院 叫United World College 簡單來說就是考試成績很好 不然也沒有學校 是的,考試成績好 就拿了學校 所以就一命二運三風水 其實讀書 雖然排到第五也有些用 我經常覺得不是讀書會用 而是你讀得到書 其實也是代表你其中一個能力 我想是有些用 但我當時其實為什麼讀書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有用 例如現在認識社會很多朋友 其實讀書不厲害 但是他做人厲害 或者吹水厲害 我發現那些做人厲害和吹水厲害的人 年輕的時候就是男生 就追求女生很厲害 所以問題就是他的時間都追求女生 所以就沒有去讀書 但是之後他出來做事又沒有問題 雖然他沒有讀大學 因為他本來… 街頭智慧 街頭智慧 是的 都是真是很街頭智慧 那些 變成了通常他們都搞定 最後又 是嗎 但我自問當時又沒有那種能力 就是說又不用怎樣拍拖 然後又發覺自己又不懂得吹水 又不懂得怎樣哄人 做銷售可能都搞不定 那我又死死氣氣認真讀書 後來大過了 真是怕自己沒有一技之長 就唯有做這件事 你說法挺有趣 我好像以前聽過一本書 或一個概念叫做無聊才讀書 你現在就是 沒辦法 你人際關係是不是搞得很好 又不夠聰明又不夠催水 又不夠英俊 又不夠英俊 如果我好像A&F那些型男 一攤出來可能已經大把 我來做模特 可能一天已經收到一兩萬 當然不是啦 報紙登了說一百元港幣一個小時 一百元港幣一個小時嗎 港幣不是美金嗎 不是 他包兩個星期好像三十萬元一個人 是嗎 三十萬元一個人 但問題是 那些是十八二十二 即是你再割到幾年的機率鬆弛 之後就沒有人要 OK 即是你那個東西可以用得長一點 但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只有十三四十四五 我零十八二十二個位都還沒有 有好有不好的 我最近寫一篇文章 即是遲些出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 就是 有時你年輕英俊 樣樣都好的時候 你就花了精力 在那些美女群中打滾 你荒廢了你的光陰之後 到最後最後就很迷惘了 不過我又不是鼓勵大家賣肉 不過 即是說 有得買都OK的 有得買到 即是說我自己自問就沒有了 所以沒辦法 但如果有我也會很開心 即是知識的重要性之餘 其實就很有趣 其實真的有些統計是知識都真的有影響 當然 如果不是不用買化妝品 不用穿西裝 大家穿到西裝 即是說是叫做比較presentable 雖然一般女生來講 越身得好樣的一般就越變得好 其實現在的社會變了香港 女生絕對是 但是男生就更加重要 我覺得 是特別 因為現在 例如當我們 很多不同行業裏 其實中層決策人 大部份都是女士 是的 所以男生就受了 男生就受了很多 無論如何我們不講這個話題 反正你又覺得你不是 我又覺得 我不知道阿謙覺得你是不是男生 說回來 你因為考試成績很好 所以就拿獎學金 然後又如何再跳過去Warton 其實就 當然再考試的成績都要更好 更加好 對 要更加好 這個一件很重要 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他會叫你寫一篇文的 是的 其實每一間大學都會寫文的 在美國報讀大學 跟英國很不同 因為我同時有報英國幾間學校 英國就這樣考試和做過面試 是的 美國就不用叫我再做考試 因為我本身已經考了那些 我叫國際學校 令我再分開考了SAT 那些考試 那 很重要就是 他的篇文要看到你是一個什麼人 就是說你是不是 你扣過你的篇文 你的背景 各樣的事情 他要看到你一個整體的生活故事 從一個生活故事 我會再看到他 這個人是怎樣 是的 而很多人就會找倡壽寫 其實這個就好像去做sharing 真的要在心裡發出來 你拿著篇文去讀 其實一看就知道篇文是假的 你寫其實 寫文章其實也都靠文字 也都會看到那篇文章 是不是在反映著那個人 那當然高手之中的高手 就算不是都可能寫到是 但其實很難的 那變了那篇文章裡面 令到其實我是說很多 因為我自己是很小時候 已經希望是扣過 因為我們身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怎樣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扣過這件事去令到世界更加好呢 令到大家人的生活更加好呢 那我是圍繞著這類型的主題去 但因為自己本身是香港人 所以我的故事呢 就是用回中國做故事的 當時的 那他那個命題呢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寫著一本自傳 你看到它的自傳 第187頁裡面 你就繼續寫完那一本 那我就寫了故事下去了 那那個就是關於在中國裡面 當時我中學的時候寫 就是在中國裡面 我就是做一些環境的 的討論項目 然後接觸到某個高官 然後某個高官就說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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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我就給了一些建議 然後對方就拍桌 說糟糕 那樣 那這個就是 那本 那一篇文的完結 那另外也有問 阿sir到底想做什麼 就是很讓他感覺到那種 passion 是做些什麼 那其實 另外第二 也用了一些出奇制性 那就是在篇文裡面 我就貼了一粒糖 軟糖 然後就說 你看這麼多份都看得很累 不如你先吃一粒糖 那我相信 那這個 那我相信 那是不是美國人最喜歡這些 那樣的 那就是封信 人家只會用一個kiss 封信裡面就 擺一粒糖 擺一粒糖 是的 是 那這樣就很好 如果你擺一粒人民幣 別人就說你賄賂 是 其實就是這樣 最後因為粒糖 因為偏文 就不知道是因為什麼 那他就收到你 是的 那接著呢 讀完書畢業 過了幾個歸文 為什麼你會覺得可以進入Makinsy 其實當時也很害怕 其實那裡有一段故事 因為當時我畢業是03-04 其實911過了之後 美國的經濟是差的 整個氣氛 如果大家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 然後有911 又有一個科網股爆破 三樣東西連起來 那香港就03年就沙士 那其實在其他國家 也不是一個很好的經濟狀況 因為美國牽頭各方面 變成就業環境 不是特別理想的 我03年畢業那時候 那我那時候 其實我講話本身 不算是最厲害的 就是相對我其他同學仔 那我interview 一開始 但我讀書成績都不錯 那我interview的時候 一開始 所有investment bank 其實都有叫我去interview 那之後 全部都失敗了第一回合 因為我說話的能力 真的不是很強 那很沮喪 想死了 沒有工作 然後回房子不停哭 然後就來到最後一個 比較 也有其他公司 但比較 我心目中的wish list 裡面的最後一間 就是Makinsy 嘩 不是吧 是啊 真的是最後一回合 不成功變成人 那一開始不是的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去到第一回合 interview 演完之後 因為Makinsy的 mission 是搞什麼 就是講impact 所以他有問題 就是問 其實你這輩子做過最大的impact 是什麼 那你怎麼回答 那我就說了一些無聊的事情 類似學生會 那些比較大的event 對於一個學生來說 也挺大的 對於我一個學生來說 也挺大的 我當時搞了一個交流團 那我就寫了一封信 就是給當時的中國銀行 就是中銀 那中銀的主席 就回信給我們 又由當時香港中銀的負責人 和董事會去提供大量的就業職位 和交易給我們 那我就帶了一群美國學生去認識 香港和中國的經濟 那在我角度覺得 當時的我 起碼 我覺得 都是一個大impact 我自己當時又覺得 那也是挺大的 但是 而且以China Heat 和美國人來說 一個學生仔可以這樣促進 即是中美交流 也挺大的 但是不幸地 因為每個同學做這些 實在做太多 每一個同學都做 而且我這個項目 不是最大的項目 是大把 這些事情 基本上每個學生都會做 是嗎 所以 對方是聽了 我想差不多叫我停 我講的故事 他差不多睡著 然後我知道 差不多是死 但是後來我想起 有可能他之前那晚做事 做到OT太晚 或者他個人本身是比較內向 都有可能 但是我那一刻拿到的 是他真的覺得不行 於是我就很害怕 因為已經是人生最後一次機會 即是在當時那一刻 我會覺得 即是我想的事情 可能想得遠一點 即是我會想 如果第一步 即是說贏在起跑線 我第一步不行 那我之後是怎樣 那我之後是怎樣 是吧 全是無事 對 我之後會再講 回到這個項目 再講多一點 但是 在那個時刻來講 我是覺得 全是無事 但是 然後 就馬上 在旁邊的房間 做第二回合 有一個俄羅斯的女生 跟我做了一回合 然後他又再問同一個問題 你最大的影響是做些什麼 我本來就想重複同一個故事 但是在千鈞一發之間 我就發覺 如果我講同一個故事 應該我一輩子就玩完 嘩 一輩子玩完 即是 多數大家是否聘請你 不是 在那一屆的感覺 我待會回轉 其實整件事就沒有關係 然後 之後 他問我 那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然後 我突然間 就靈機一觸 就想到 我之前其實 讀中學的時候 就回到我鄉下 在台山 就有一些交流團 之後我跟那裡的朋友 一直都有保持著電郵的交流和來往 對方後來 我早去幾年 大約一兩歲 之後 後來他考都不知道 全市頭幾名 但是他家是農民來的 所以就沒有錢讀書 就不是說我借錢給他讀 我就鼓勵他繼續堅持 可能會有獎學金 最後堅持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最後就真的入到去讀法律 是的 這個是一個人 影響人的故事 我覺得對方聽了是覺得OK 是的 因為那一刻的表情會看到 其實翻轉 會後來 就是 工作越來越久 會發覺 很多時候影響在哪裏 影響在哪裏 影響在人裏 影響在哪裏 影響 這就是入末堅持的故事 入到去 其實可不可以說少少對於我們 未有資格去指導末堅持 給那麽多 八萬 一千萬美金 請末堅持做的人 說少少其實 根本是做什麽 我經常都很奇怪 我自己在做生意 為何要給你一大塊錢 你來教我做生意 有些難以想像 我們提供的服務 外面人 或者要 要分析他 就叫做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 按字面去解釋 就是 為這個管理層提供的顧問服務 是的 提供什麽顧問服務 我們 在公司裏面 我們就叫做 我們做problem solving 就是幫客人解決問題 是的 我們扣個解決問題 就令到客人就有一個 impact 這個就是在大體上面 那再具體一點就是怎樣呢 香港人就正打細算 簡單些去說 例如 你有個商業的問題解決不了 舉個例子 可能 究竟我當你們公司這樣 你們公司是維圓堂這樣 假設 我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我想 在大陸那裏 我想未來的五年 我想延伸個商業 翻兩個翻 但是我翻兩個翻 我發覺很多零售業 進去的時候 都有遇到不同的問題 最後就是 都是狗死一生 於是 但是翻兩個翻 對你們公司 是有個很重要的策略 那個價值的 於是 你便去 聘用McKinsey 等它提供一個整體的策略 和安排 去幫你去想 我怎樣在接下來 兩年 做一個叫做 China的Market Expansion 或者China Enchi 但是沒有保證 如果保證的那些 就叫做美國聯邦 你買它的債券 這個世界 基本上美國聯邦債券 都沒有保證 因為它為何 為何會有息牌給你 就算美國政府 其實那個息 就代表著 除了那個負責 和交易 其實它是一定的風險存在 但是我們假設 就算是有利益 但是基本上 其他財產市場 所有其他財產市場 都是有利益 全部都有利益 我不會覺得 那麼高深 我怕我們的觀眾 睡著了 睡著了 不如說回一個例子 我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也講過例子 就是你曾經做過那些項目 是跟銀行搞危險管理 危險管理 可能大家覺得 是很高深的事情 如果用你剛才跟我說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說 借錢其實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最差的是什麼 就完全沒有制度 就隨便喜歡怎麼借 你還給我利益 我借給你 是的 有紅包 有湖湧 又借 第二 就是標準 就是大 就是我胡亂說 就可能 總之是人 就可以借10萬元給他 這個又是一個傻的方法 但是你說你進去 你就是跟他 做好一個提案 一個系統的制度 就是說 怎樣不同的人 就分不同的危險 你可以借多少給他 然後收他多少利息 就是怎樣控制 這個就是你說 你在McKinsey其中 做過一個危險管理的項目 就是類似這樣 是的 沒錯 簡單來說 我會不會說 你說行量風險 這件事我想 沒有什麼客戶秘密的可言 就是如果 以職業來說 那是什麼職業 以借貸來說 是最低風險 我想 其實大家 在香港 都會知道 其實平時去借錢的話 就是一定是你做公務員 公務員 就相對最低 你的公務員一定是好些 可能計分的時候 就高分一點 可以令他認識低一點 或者其實現在 其實我們做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十年前 其實那時候還未盛行 但其實現在大家 如果是有留心去看 就算你作為一個借錢的人 其實都會看到 其實香港的銀行特別先進 因為我當時在台灣做 其實你的人工的收入 你在公司做多久 你的學歷 你的工種 其實現在華聯有信貸紀錄 基本上你所有的一舉一動 全部都進入了一個系統 其實這個對於整個香港的風險管理 是改善了 即是每一個因素 可能會給他一個分 那整年出來的分 就是令你決定 我叫客觀基準 就是決定利率 或者借貸的比率 乘數 沒錯 沒錯 那就是說 你帶了這些東西進去 就可以令那間銀行 或者那個信貸機構 就可以減低信貸風險 又可以做多些生意 沒錯 OK 那你因為Kinsey 好像做了兩年 做了兩年 兩年之後 大哥高薪好職 和名字說出來 都好像面上色光 為什麼會不做呢 那麼多人夢想的工作 是的 剛才我就說到一個 糟了 輸在起包線 那就麻煩了 贏在起包線 但是我後來做了兩年之後 我會覺得 人呢 是 生存呢 是要 有能力 是兩隻腳 站在一個地下 還有跌在地下 就可以站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人 本質上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就是當時我真的這樣想 那麼當然 在Kinsey做 又或者我再轉去 其他大公司做 其實很多人也都這樣做 那麼 我會覺得是 比較順利的一條路 可以 但是 我會想 其實我一路以來 就是在這個制度裏面 去依賴制度裏面提供的東西 例如我考完試 因為考試考得好 那麼我可以憑著那張紙去拿獎學金 我拿獎學金 我考試考得好 然後我又可以進了一個好的大學 因為進了一個好的大學 所以我扣過interview 叫做囂憾地進了好的公司 我當然可以在這個制度裏面 我憑著一間好的公司的名字 我再去找一個更加好的公司 對 又或者我不找一間好的公司 我可以試一下 去扣過 有些 某一種方法 例如先去哈佛讀過MBA 因為當時 都會贊助讀MBA 那是免費的 然後再去融資 然後再做生意 也是一種的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 那種感覺給不到我 是會 叫做 用腳站在那裡 其實我試過 這麼久試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 由讀書很差 然後每年回落 那一刻真的要用很多力去上 第二次就是 亦都重新 離開McKinsey 那我不想用 以前讀書的沙子 我不想用 學校名字 又或者我不想用 一間公司的牌頭 那我是想 究竟憑自己的能力 真的可以做到些什麼出來 即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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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單純是你 即是前面沒有其他態度 是的 有一點點像 就是當一個人 放入一個荒島的時候 或者當你剩下一個人 在那裏 你怎樣再生存在那裏 那我覺得 能夠這樣去生存的時候 我自己會 對自己更加舒服 你的想法 可以說很特別 但我覺得幾好 其實我的價值 或者我的能力 就不在乎我那張卡片 因為很多人都說 其實我都覺得 在現實社會上 大部份人都 其實真的很需要一份工 一個卡片 一個梯圖 來支持你自己的價值 不過你就說 你想把所有的東西 丟掉 然後就單憑你自己的力量 怎樣從頭來過 建立你自己的價值 我想我們上半節的時間 差不多 我們聽過Jeff這麼多 我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的故事 我想下半節 我們就會聽聽他 怎樣從 撕爛了自己的卡片 從頭來過再重新創業的故事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第二節的上流攻略 剛才Jeff說了一個很 我覺得很厲害的決定 就是毅然離開McKinsey 我叫做撕了一張卡片 就從頭來過 Jeff可否繼續說說你這個 這麼厲害的決定 然後怎樣再做開始 找回你自己的價值 所以在那個點 我就會發覺 原來當時 是獨於去想的事情 就不是一定的 因為當時就會想 其實我那個點 如果做不到某件事 就完蛋了 其實永遠 特別在香港這種自由的社會 好的地方 其實沒有說真的要做完蛋了 只要在哪一刻 任何一個人 是有心去重新去做戲 其實這個社會 是充滿著一個機會 看看自己怎樣去掌握 嘩 很棒你這句 即是 當今日 每個人都在罵鬼 說什麼都不行 又說租貴 又說人工貴 香港已經沒有希望的時候 Jeff才說 每一個人都說什麼 每一個人 都是有個機會 對 因為我覺得很簡單 如果我是用我考試成績 那些人就說 因為你沒辦法 我又不是考試勁 如果我用大學 用過那個學歷去入到某些工作 例如有些工作 他真的要 你是第一層 或者他才聘請 那你也可以用那個做藉口 或者我是用McKinsey 去拿某些業務 或者什麼 也都可以用這個藉口 或者我用ANF 就我不夠年輕人 有這個藉口 又或者我是用Capital 但是我第一款生意 最有趣的是 我們是零元Capital 什麼叫零元Capital 我們的零資本創業 真的是零資本 接近基本上是商業註冊 其實一開始好像是商業註冊 都未被 你知道現在的油市 美資大行 很喜歡用Return on Cap to Employ 即是你 無限 即你是一個Infinitive 因為你的份母是零 其實我覺得這個經驗裏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透過一個實證才能夠印證到的機會 其實在任何一個時間 其實只要想的話 是可以回到香港 但是是不是 因為本身你會有一個後備 因為說是你馬堅士出來 你本身都掌握著這些 就是你最後這些籌碼 沒錯 即是你隨時可以拿回這些籌碼 出來用 所以你會被一般人救這個蛋 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是有那個 所以其實是累積了一些 所以這個反過來 這樣看 資本不是說只是錢 而錢很多時候 去到某些位置 亦都反過來沒用 但是資本有時候是知識 或者人物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資本 所以不反過來 如果你說 我覺得你剛才說 你最厲害的資本 就是你信心的資本 對不起我講 我覺得你是信心爆棚 我重新做沙律 第一你覺得你行 Worse scenario 不行 我打上班 應該有人請 你要有這個信心 我可以回頭 說真的 現在香港就業率差不多爆 失業率很極低 其實說真的 如果在外面有做過recoupment 要請人 其實只要一個人準時去interview 即是interview的時候 是正常的一個對答 其實基本上是很難找不到一份工 在幾天之內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人需要去害怕 是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初那個startup 是做什麼 還有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得意的故事 即你startup的時候 還有經歷 第一個startup其實是一間 叫社會企業 可能很多人對社會企業的概念 都比較陌生一點 特別是香港 即是說以金錢掛稅的一個地方 社會企業有兩個部份 第一個就是社會 第二個就是企業 你真是 很圓 你知道我插句話 社會企業我不陌生 但你一給我想到社會企業 你說startup想賺錢做生意 社會企業給我覺得 你搞完之後都賺不到錢 大部份的社會企業 是得意賺不到錢 因為它未掌握社會和企業 如果社會企業只是做社會企業 它就是一個企業 它就不是社會企業 反過來如果它只是賺錢 沒有任務的 或者沒有服務的 它也不是社會企業 它是社會企業 所以我剛才開宗明義 很簡單 什麼叫社會企業 就是社會企業 其實那句字已經很簡單 將definition掌握了它 但是其實有很多高深的學術界 去講了很多 其實也是同一個定義 但是中間香港 其實有很多人 debate過很多 究竟是不是不可以派息 是不是不可以賺錢 其實就完全沒有關係 總之它是做到社會企業 和它是一個entreprise 就是社會企業 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而我當時 因為其實大家也都可能記得 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報大學的時候 其實或者我高校進入United World College 其實我們學United World College 講的就是 我們怎樣去將自己的知識 去推廣一個peace 我入大學之前 其實我自己的志願 也是究竟我怎樣去 扣過在營商去改善到那個 帶來和平 改變世界 那時候是想做這件事 而McKinsey學了的東西 其實亦都想用下去 做一些貼地的東西的時候 剛好我媽媽就經營老人院 雖然最後經營不善 所以撿了 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沒有擴修她 因為家事就不進一步 不進一步去演述 通常 下一代和下一代 下一代比我的Line Coach 而且確實 這方面我覺得 我銷售和教育的 能力是稍微進一步提升 但是言歸正傳 所以我自己做生意 如果在業務方面 我是很看趨勢的 但是我看趨勢 跟炒交易的人看就不同 就是香港人很多時候 會炒短炒 無論炒股票 炒油票 又或者近期大家會看 國寶來香港表演 體操 那些東西 會不會炒呢 報紙又說 好像炒不起來 就是大家會看這些很多 短炒 那我就比較擅長 我自己喜歡看長炒 就是我看這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的炒 是 所以我會選擇 人口老化這個行業 再加上 是的 我會見 那麼多人口老化 很多事情做 那即時性 最急切的問題 我就會發覺 在香港的老人家 最需要幫助的是哪一班 知識最低 最窮 而身體最弱的人 是最需要照顧的 而正正這班就是 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家 是的 然後我們又再進一步去想 香港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家 現在都有五六萬人 那這五六萬人 或者他身邊的家人 其實心理壓力各方面都很大 那我們就再一步抽屍摩檢 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由政府安排 的縮委輪候時間很長 很多等到死都進不了 而變相 就要進去一些叫私刑安老院 是的 但是私刑安老院的質素 良壽不齊 所以很多家人 第一次經歷這個情況的時候 都會很徬徨 不知道究竟 怎樣去 例如整個手續是怎樣 整個安排 怎樣去跟老人家 或者家人去談 怎樣去跟安老院那邊 用一種叫做伙伴關係 去照顧老人家等等 其實都不知道的 我們的服務就是提供一些 我們叫做伙伴支援 站得高一點 你可以當作 叫做 Elderly Service Solution 但其實實際 是有一個伙伴關係 其實就是在他旁徨的時候 走出來 大家怎樣去一齊去 去密室一個合式的安老院 做一個合式的安排 做一個合式的安排 例如他中風的 可能是做物理治療 針灸 又或者他是老有老人痴癌 那 那裏究竟有一個環境 或者是有些什麼的治療 要給他 那我們的同事 會去給一些建議 還有陪家人 去行走整個過程 其實是一種很人與人之間的東西 我們的服務 可能你會說 其實都未必是高深的學問 但我們的確 在短期裏面 能夠提供最準確的資訊 做了一些很重要的經驗分享 還有令到家人 在整個過程中 安心很多 這個就是我們的服務 但其實老人家 簡單說 就是送老人家到老人院 有很多時候 在中國傳統社會來說 就是一個很迫於無奈的決定 所以我才會送給他 但是 會不會現在真的 是秉持著這樣的心態去的人 就是比較孝順的人 還是純粹 那女人家罵我家 因為老人家很難頂 不如把她的老人院 那哪一種現在多些 其實兩種都會有 但是其實 大部份人都是出於社會現實情況 就是其實入老人院的人 剛才我說的最有需要照顧就是 人有時候不是窮是最慘 亦都不是說 叫做 讀書小慘 最慘的呢 其實就是去到病 以及走人生最後的情 是的 中了風 不能動 又或者是糖尿病 她有些已經是截了肢 又或者她有老人痴癌症 老人痴癌症 老人痴癌症有時候就好過柏甘信 因為老人痴癌症和柏甘信的分別就是 老人痴癌症就是痴癌呆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拍甘信就是我知道 但是我控制不到手手腳腳 那就很慘 另外又或者是抹期癌症 可能去到自我照顧能力開始低 其實香港人的家裡地方又小 不是每個人有工人 工作時間又忙 老人家在家裡其實都沒有人去照顧到她 變相其實送老人家去安老院某程度 在那個情況裡面呢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亦都是一個唯一的選擇 可以這樣說 所以就會送去老人院 但是送的過程 其實大家都會希望幫家人找一間好些 在那個過程裡面找到一間好些的 跟那邊的姑娘交代得清楚些 又或者那邊的姑娘希望她提供的服務 是跟自己那邊合得好些 這些很多事情 看看怎樣幫到家人盡量幫 還有我們因為一個社會企業 我們的服務模式 是主力我們集中在服務社會大眾 所以我們的服務是免費的 所有的費用其實都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 差不多全香港接近一半的老人院 其實已經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所有的費用其實就是由老人院去支付 家人就不用付錢 其實另外的看法就是 有少許中介成分 我有這個服務需要去找你 不過就是我不需要付錢 那就是老人院她會給你適合的報酬 沒錯 其實我們在這個業務裡面 其實我們一個社會企業這樣賺到錢 賺到錢我們也都開了兩個不同的 我們叫做非貿易團體 一個就是做一個叫做掌有共融的 就是推動老人家和小朋友的交流 我們就有兩個大型的活動去做 一個叫長者加書 就讓小朋友去跟爺爺麻麻聊聊天 寫回他們上一代的故事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叫物物送的活動 每年在冬天就送一些物物 令到老人家的腳可以暖 這個就是我們每年都做幾萬個服務 因為香港住老人院的老人家 我們盡量希望每人都做到一對物物給她 變成在過年過節冬季的時候 起碼有一對新的物物 這個我們很希望做到的 現在做到一半左右 另外第二就是講 我們希望 但這些只是一個人對人在心上 但真的要改善的問題 其實是政府的政策上的配合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個政策研究中心 亦都很主動不斷會給一些建議政府 究竟這個政策層面上可以怎樣去改善 例如呢 可否有些例子 例如就是第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就是 現在現行的那個叫做中緩的制度 中緩的制度是什麼呢 就是簡單來說 其實大部分人 香港人 雖然說有貧富懸殊 但大部分人其實就未至於窮到拿中緩 但是很有趣地 現在住私刑安老院的人 有八成其實都是叫做 有八成的人其實都是用中緩 去讓老人家入住安老院 大家會 大眾市民 八成 八成 即是一百個人住安老院 但不是拿中緩需要資產審查嗎 是的 他就很簡單寫一張衰仔紙 例如當 衰仔紙 當我是衰仔 我就寫一張衰仔紙 我不養父母 我不養父母 我以為有政府養父母 即是個概念就是政府可以讓你選擇 如果你選擇自己養自己給錢 只要我就說我不想養父母 不管我有多少身家 甚至我是 這個在市場上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單單這個問題 已經是令到整個 對長者服務的質素影響 是長遠和深遠的 那個問題的幣端在哪裏呢 我試試抽屍摸檢去講問題 問題的幣端最主要就是令到政府和市場 本來我們香港人是有孝心的 我相信 本來我們是有孝心 是願意去付出 去提供一些資源 去令到自己的父母住得更加好 在他最後一程 但就是因為這個制度 令到製造了制度 鼓勵大家不放資源進去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是一刀切的制度 如果 例如當我中緣住院社 假設我全部包了是五千元一個月 是 或者我如果是完全中風的 可能大概六千元左右 你的選擇就是 即使你自己付出五千元 或者由政府付出五千元 簽商衰仔紙 為何會有八成人都迫著簽衰仔紙呢 因為其實對於普羅大眾 真的要每個月一直付出五千元 我一個爸爸五千元 加上我媽媽一萬元 其實對大部份人來說是很難負擔的 所以就沒有去做這件事 但是反過來 例如我五千元 我法律是容許我上升六千元 或者我上升一千兩千三千元 是任你上升的 即是一個叫做 基於你那個照顧的需要 即是那個老人家的照顧需要 政府就是提供一個醫療支援給他 即是你意思是 基本是可能五千元 如果我有能力給多些 就會令到我爸媽的生活 即是那個照顧會多些 現在的制度是你付五千元 如果你不簽商嘴紙 你就要付五千元 如果你簽了就政府給了 那你當然大部份打死都要簽了 但是我簽了就是 我的資料就卡在五千元 但其實原來是七千元 跟五千元是很大的分別 是一定會 但問題就是因為已經卡在五千元 所以就是五千元 即是就算我願意再拿多少資源出來 是不行的 是的 你就變成犯法 你變成騙中門 因為你明明簽了商嘴紙 說你不照顧他 但你又加了兩千元 那就是犯法 你的意思就是 其實可以有一件事就是 政府只是提供一個最基本的 然後我就給多一千元兩千元 我不是鼓勵政府不給五千元 政府應該給再多些 因為政府是有錢的 我是深信香港政府 是的 但是那個比法 就不是說 你要簽一張臭小子 是很扼殺人性的 因為簽那一刻 我真的有人會哭 我見過很多人在簽的時候 也有人不願意簽 本身家裡的負擔很大 但是 因為那張紙就是 可能他簽的時候 就把一輩子 爸爸媽媽照顧自己 整個經歷 想回 真的簽不下手 真的有人 但是那些人偏偏可能最有需要 反而是那些年薪可能過百萬的 簽得最快 就是越讀得多書 越賺得多錢 就越沒有了這個 他可能跟媽媽說 這張來的而已 簽了不代表我不照顧你 就是我都很疼你媽媽 可能媽媽那些就是這樣 嘩 原來這個才是現實 其實就 還有一個 在這個位置我們會覺得 其實那五千元 入老人院是叫做 叫做正常的生活洗費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香港 住又貴吃又貴 你想想又住又吃 什麼都說 但是其實不是一個真真正正 叫做安享萬年的 elderly care service 就是說例如他不能夠自我照顧 找個人照顧 有extra cost 我病了 我當然需要進一步的 medical cost 是 而我們的制度裏面是沒有 我們是純粹用一個 基本當貓叫牛羊 吃得飽煮得嫩 的一個中援價錢 是這個所謂中援價 其實是用來去 它會搭載一個 例如當香港最底層的 一個安全網絡 不會令到有赤貧餓死人 那種的服務 但是 我們的老人家 即將來我們自己都是老人家 我們將自己一生 投放給這個社會 最後拿到的資源 就是這個安排 那是不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呢 就是他保持著他不死的狀況 是的保持著他不死的狀況 沒錯 你說得很對 這個 我覺得很多這些制度上 其實真的比較複雜一點 可能 但是我們的政策研究中心 會投放一些資源 在這些問題裏面 訪問很多的學者 訪問不同的研究人員 又或者是行業裏面的人 沒有一個絕對A的想法 或者B的想法 但是我們希望 將我們一些不同的想法 利益 和業界 或者一些實際 我們做的時候服務的事情 去反映到給政府知道 令到有一個更加好的政策出來 這些都是這個社會企業裏面 做的一些工作 喂 Jerber 剛才你說了很多 搞老人服務當中的故事 現在我們時間不多 其實我也想聽聽你 你的創業當中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位置 或者有什麼有趣 或者有什麼新宣史 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聽起來 有一個感覺 要繁封信 不只是繁封信 我覺得 好像這個生意沒有什麼難度 按照現在我們經常講 Entry of Barrier 如果這個有錢賺 有人蜂擁進來做 為什麼你覺得 你會做得成功有錢賺 其他比賽者 可能就是一般 說回你說怎樣去開始做 其實我覺得很興趣 其實跟做的人當然有關係 有些人看行業模式 看人 其實我覺得很多行業會看人 就是掌陀那幫人 本身是怎樣 那幫人 你贏人是什麼 是真的要很正確 正確的意識 以及一個集中解決問題 move on 的意識 我夠膽講是千中無一 不如實際你講一下 你怎樣找客人 cold call 上網 登報紙 我們一開始 其實現在到這個階段 社工會轉介 有需要服務 因為做出了名 對 身邊的朋友 家裡一開始就很簡單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 最直接就是 站於門口 跟家人講 介紹我們 介紹關懷他的問題 介紹他的服務 介紹我們的服務 好笑 有少少像銀行在那裡 站在那裡賣 credit card 對 因為一開始 我們的資金 真是零資本 即是說 那麼多人加起來 都不加一萬元 幾千元而已 夾了幾百元 你們最大的資本 如果這樣講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 你們年輕的 我們年輕的 所以如果你聽你這樣講 第一 你選對地點 醫院當然是比較多 老人服務需要 人事出入的地方 第二 我覺得其中一個就是 你們每個人都這麼年輕 你截停人 跟別人聊天 我想別人對你的抗拒性 有沒有這麼大 會不會呢 都會有可能 但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我搞第一盤生意 也好 第二盤也好 第三盤也好 或者搞其他的project 當然有很多技巧的東西 但是技巧和知識 會隨著時代環境而改變 那些東西是每一次要重新學習 如何去學習 或者被淘汰 是的 要學習那套方法最少 但是方法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那種心態 而最重要的心態是 正面積極去解決問題 或者反過來看 什麼叫做不正面積極呢 就是當自己 其實自己可以留意身邊的人 或者留意自己 就是當沒有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而走去投訴社會 投訴一間公司 投訴領袖 或者投訴父母 或者投訴自己 男朋友女朋友 或者投訴朋友 每一天有很多投訴 但從來沒有聽過他有什麼解決方案 或者是對自己有什麼的投訴 這些就很明顯是一個反轉 正面積極 但是每一天聽這些實在太多 所以其實這些完全是沒有可能 如果要創業 或者甚至乎我自己有些懷疑 在社會上的蠟燭 都會有困難 你講得很棒 我同意講 你每一天投訴 其實最重要投訴的是 最重要投訴就是投訴自己 是的 你可以講老套一點 小學還是中學時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讀過一篇都很老套的文 大家可能知道 叫什麼周處誰參害 搞到最後最重要就是要搞定你自己 是的 我想Jeff的故事時間有限 其實Jeff還有很多故事可以和我們分享 不過他的故事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因為時間差不多 但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在Jeff的故事當中 都看到一點點滴 好像很順利 你拿學生 去美國讀書 名牌大學讀書 跟著又去名牌公司做 跟著 竟然貿貿然 又撕了一張卡片 又自己重新創業 但如果Jeff剛才去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都是大家的心態 不要太多投訴 我這陣子 我經常講的一件事 我就發覺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多專家 這麼多意見表達者 我這陣子最怕聽到一句說話 就是 這個情況很令人擔憂 大哥 你這個樣子都令人擔憂 那怎麼辦 我立刻擔憂 擔憂完之後怎麼解決 或者你怎麼努力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情況變好 才是最重要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